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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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远程 你是不是中邪了 你这变态 这是我的初吻 你 谢谢你 你也嫁给我 你感冒了 昨天晚上 还不是你干的好事 我干什么了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 姑娘 我给你熬了姜汤 这轻微的感冒啊 喝了这个 发个汗就好多了 谢谢婆婆 真是麻烦您了 你还不赶紧的 喝一口做示范 喝汤 喝汤为什么要十分啊 你这样下去啊 会找不到老婆的哦 这 这跟娶老婆有什么关系吗 这是你第一个朋友吧 阿臣 慢点喝 别烫着 昨天晚上 这工人正在操作 来 这边看 来 这边看 这是工人们在制转 这个就是转匹了 对 来 这边去 这是地转 这是已经 就是花纹的了 老先生 请问那个是什么呀 这个 这是金砖 金砖 这金砖之说啊 是因为做成的砖块 质地坚硬 敲击的时候啊 有一种金属质感的声音 所以称之为金砖 不过还有一说 因为它的制作工艺啊 非常的复杂 大大小小包含三十几道工序 从作业到完成 大约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 最终烧出的砖块啊 敲之有声 断而无恐 所以就显得非常金贵 听您描述这工艺 并不是金字差 也很金贵呢 所以啊 以前这金砖是直贡京城 专门用于故宫 颐和园这样的皇家建筑 原来是这样 这砖做得好 这砖用的模具也这么的精美 现在的工人真的都好有匠心精神 能把这么好的传统文化保存下来 好 我们做的很不够 这故事雕刻才是我们的典范呢 他们把雕刻文化发扬光大 我们做的 差远了 我们这样的小厂 能够生存下来 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真怕哪一天 我坚持不下去 断了这门书 所以现在 只能做做地砖维持生计了 真正值得尊敬的 是老先生才是 如果以后故事有项目 能够用上这新砖 怕是再合适不过了 不知您 是否愿意和我们合作 那太好了 来 郭总 里边请 这么看 倒也不全是一个万恶的资本家 还是很有良心的嘛 郭总 这是工人们在采泥 老先生 老先生 这又是什么呀 这是金砖制土坯前 采泥的地方 用脚采吗 没有机器什么的吗 巡小姐有所不知啊 用机械搅拌的泥料 制成的砖坯 会出现裂纹的 一般人工需要五个小时的赤脚踩踏 才能完成 五个小时啊 顾总和巡小姐 若想试试 可以上去体验一下 顾总 好 您身为故事集团的CEO 是不是应该亲自检查一下雕刻材料呢 好啊 你不来试试吗 试试就试试 你不来试试吗 试试 您 谁 手 10 1 2 2 那 那个 这 顾总 您的记性怎么样啊 我三岁能背诵现代汉语词典 五岁能墨写实雕艺术 七岁能讲解高等数学 那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你还记得吗 什么 那就等你能想起来 我们再平等对话吧 好 时间不早了 要不要进来吃个饭 不用了 明天见 艳成 你们这是怎么了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昨晚 发生了 太好了 哎 董事长 您的虫孙子啊 已经在路上了 哎 知道了 你这变态 这是我的初吻 顾总 您的记性怎么样了 不会吧 多么奇怪 你让我的心跳停不下来 我不懂这是爱 想要每顿每秒 有你在爱 才明白 爱 不只是拥抱或是关怀 顾总 早上好 昨晚是没睡好吗 把一切抛开 你就是我的不可替代 你的到来 不可替代 点缀我梦的黑白 带给我期待 全部的爱 都为你 来告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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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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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什么什么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你没睡好啊 做噩梦了 嗯 做噩梦了 这就叫爆炸 祝你天天做噩梦 这就是故事的雕刻馆吗 这也太大了吧 进去吧 这些都只是我们故事家族 非常普通的藏品 真正的真品都在藏品阁内 藏品阁 那我能不能去看看 不可以 为什么 藏品阁只有故事家族的人才能进入 藏品阁 好 老板 你就是在这儿雕刻的啊 是啊 那 像你这种艺术家平时都是怎么工作的呀 能不能也给我演示演示 让我瞻仰一下 我 怎么了 你想不想试试 我 坐下 拿起这个 像拿饼一样 奇怪 我的手好像不那么颤抖了 老板 我突然想起来 灰心叫我去花店还有点事情 我晚点再来接你啊 走 你 你是说因为小仙女 你的手好像有所好转 她怎么做到的 她 也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让她试了一身 我叫你来不是给你讲故事的 是让你来想办法的 既然寻雨萱对我恢复雕刻有帮助 那要怎么做才能恢复得更快些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说 把寻雨萱 时刻带在你身边 带在身边 现在不就是吗 不不不 你知道充电宝是什么吗 你 你 就是这个 一个随时会靠近电量的手机 而寻雨萱 就是充电宝般的存在 而充电宝最终啊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要时刻带在身边 Day and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们要朝夕相处 朝夕相处 对 朝夕相处 一刻也不要分开 不好意思啊 我再来一次 进 顾总 我明天想请一天假 理由 个人私事 我也没有必要什么都保备吧 好 可以 谢谢老板 不过 按照公司规定 你要发邮件给我进行申请 好 我晚上就发你 好 我晚上就发你 鱼轩 听说你明天请假 准备干什么 去宏达商场送花篮 明天工作完 要不要一起问 好啊 明天彗星也在 一起吧 不见不在 请假申请什么时候发给我 行 等工作完成以后再月时间吃饭 月时间吃饭 好的 顾总 立刻给您发过去 喂 少姐 我要许与轩明天所有的行程信息 今天这么好知道我没吃早饭啊 宝贝 你怎么来了 我的事办完了 专门来等你吃饭 那我们现在是吃早饭无饭还是晚饭 都可以 行 那你先等等我 我把画篮帮完 先吃早饭 报告报告 有特殊情况 不吃早饭怎么立即干活呢 我来办 算了吧 这多不好意思呀 我们同吃一场 没关系的 那行 那你先帮我 我快速吃完就过来帮你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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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这免费劳动力 什么情况啊 什么免费劳动力 人家白助理凑巧过来办事 然后说中午一起吃饭 那他这事办得也是够早的呀 也就单纯如你相信这种话 什么意思 傻瓜 当然对你有意思了 说什么呢 万一人家听见多尴尬呀 白助理辛苦了 不辛苦 行 那不说这个了 那个什么情况啊 哪个 别装傻啊 我都听说了 那天你陪郭宁臣去相识 竟然住在一起了 胡说八道 你听谁跟你说的 就郭宁臣身边那个助理 少杰 他呀 他可是故事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他满脑子都是那些 雾七八糟的东西 你可别信他啊 那就好 我这几天憋着不敢问 担心死了 担心死了 我觉得吧 顾宁臣虽然有钱有貌 但怎么说都跟咱们这种人 相距太大了 你看电视剧里面 豪门里面的什么 明镇暗斗呀 争夺财产啊 多狗血呀 你说是不是这个铃 我觉得你还是少看点狗血剧吧 再说了 我怎么可能看上那个几连狂 但是吧 我还是觉得 白助理人挺好的 你看又温柔又体贴 简直就是最佳男友人选 我要是你呀 我一定将他拿下 卉星啊 你这花痴的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改呀 你不懂 爱情呢 需要时刻保持新鲜感 你这个舞台搜狼 还是先解决一下 单身问题吧 总不能二十六岁了 这初吻还属于自己吧 别谁亲不好 偏偏是那个烦人精 白贝 我叫老板你瞧见没 你可加俩劲吧 要不然你的充电包 可就会别认了我 老大 老大 隔着屏幕都闻到你酸味 算了 要不我还审人呢 真的浑身都是疼得气死我了 我吃点 白饼 你去顾市几年了 快五年了 五年 你也太能审了吧 要是他给的钱多 可以补贴花店的费用 我五天都待不下去 其实也没那么难 那是因为你面面俱到 所以你觉得不难 以后你还得多教教我行吗 好 干杯 谢谢师傅 天呐 这也太劲爆了吧 怎么了 你看 你看 就那大明星顾沐宇 竟然包出恋情 顾沐宇 不是顾雁诚的妹妹吗 是 我说小姑奶奶 您还笑得出来呢 你是嫌我小命不够大是不是 跟我说去和朋友聚会了 现在呢 直接给我弄出来一头版头条 我现在就想要一实话 你跟这个男的 到底是不是在谈恋爱 没有 没有就好 没有就好 那我现在就安排公司 发一个声明 澄清一下 艾米姐 我的意思是还没有 目前是我单方面选的 他还没接受我 这是什么 你还知道自己身份是什么吗 堂堂的卫视总裁 你的人生不能行刹 踏错半步 虽然顾目与时 顾时前景 但他的那种身份 我们卫视绝不能接受 您不用这么大女想回来 只是偶然遇到而已 偶然遇到 会出这种新闻来 您放心吧 我最讨厌的就是顾艳舍 更不可能和他妹妹有什么牵涉 这样最好 记住自己的身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哪儿 你醒了呢 这个是项目部给予袁林做的策划方案和标书 你明天过目一下 咱们再开会讨论 今天天也不早了 我还有个约就先走了 今天的工作还没结束 什么工作呀 我今天的工作都做完了 徐雨萱 充电宝 不是 小仙女 你想好怎么着急相处了吗 让她住到我家里 这不合适吧 你们这男未婚女未嫁的 人家能同意吗 所以才让你留下来陪我想 不是 大哥 我 你今天能不能放过我 他们都在这儿等着我呢 你可以选择约会 那这个月的所有奖金就都没有了 顾艳成 你要再这样的话我还怎么脱单啊 如果他们知道你的情史 会离去得更快一些吧 行了 行 算我怕了你了 这个地儿不是这个烦人精爆窝的地儿吗 喂 顾总 喂 顾总 请问有什么吩咐啊 喂 顾总 你怎么了 我 我不舒服 你来我家一趟 杜叔叔呢 让杜叔叔带你去医院啊 他不在 喂 喂 喂 顾总 喂 顾总 顾总 好烫 顾艳成 顾艳成 你别睡 你醒醒 家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你发烧了 你现在能走得动吗 我带你去医院 顾艳成 顾艳成 我不会去 不会去医院 你烧傻了吧 你都病成这样了 不去医院怎么行啊 家里有药箱 不行 你现在这个样子必须去医院 走 不去 算了 你家药箱在哪儿 在 在 你说什么 算了 我自己去找吧 算了 我自己去找吧 好不容易 失落过几个世纪 我看了我自己的心 这么多事 我学类 你能找到你 我不用想一下 你可是我肯定 你也不可 你也不想要 你吗 你们要去 你不想我 你不想你 你不想我 春秋冬夏日沐浴朝夕 蹚过荒芜的河 冥冥之中的你我 那些模糊的爱意渐渐 清晰 越过银河万里 我在原地不曾忘记 像漫游的星星 主题向你靠近 漂泊过每个梦境的边际 直到想起你世界变换 唯有你 你就是我的唯一 老 冷 好冷啊 因为有你 一切忽然有意 春秋冬夏日沐浴朝夕 你 探过荒芜的河 冥冥之中的你我 那些模糊的爱意渐渐 清晰 清晰 眼前万般风景 也不及你万分之一 像烟火的痕迹 照亮万叶的孤寂 不安的 在黑夜中独醒 直到看见你 人海万千 不安有你 你 你是我唯一 我唯一 你是唯一 我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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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好点了吗 你想干吗 我能干吗 还好还好 烧已经退下去了 要不然我拖都得 把你拖到医院去 谢谢 你昨天晚上那么晚 给我打电话吓死我了 不过话说回来 你们家怎么就你一个人呀 杜叔叔呢 你的私人医生呢 你知不知道 发烧是会烧死人的 就是烧不死你也会烧傻的 你还笑 要不是我你命都没了 我昨天晚上熬夜照顾了你一宿 你得给我加工资 没问题 不过 我有新的工作任务要安排给你 听上去就不是什么好事 你说吧 杜叔叔回家探亲了 要离开一个月 现在我又生病了 我可能需要你 搬进来照顾我 作为生活助理 承担一些杜管家的职责 生活助理 可是我好像只是你的司机 可是对外 我都说你是我的助理 话是这么说 可是我一个女孩子 这样也很不方便啊 你干嘛不直接去找白冰啊 你觉得 你能比白冰更好的处理公司的事情吗 这 我 当然了 这个不是强制 而是请求 因为 我习惯用自己熟悉信任的人 你信任我 你是故事的人 我当然信任你了 不过 你实在不想的话 那就算了 三倍工资应该能找到另外的人吧 没事 没事 你先走吧 我自己可以 不用管我 救人就到底嘛 而且反正也就一个月而已 又没有多长时间 老板 那你刚刚说的 三倍工资的事情 应该还算数吧 当然算数了 那你先好好休息 我出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三十六剂之苦肉剂 为了成功嘛 这适度的牺牲也是必要的嘛 俗话说得好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而现在你只需要小小的感冒一下 就能借机让善良的小鲜女心软 这样她答应你住进来的成功率极高 不不不 苦肉计讲究一个真字 小鲜女又不傻 如果你只是嘴上骗骗她 她肯定一眼就看出来了 怎么样 你到底还要不要走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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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憶遇远林的项目 我想约顾总酒店祥谈 晚上八点融合 没问题 真不错 你在做什么 你吓死我了 走路怎么没声音啊 我不是让你在上面再休息一会儿吗 你又下来干吗 晚上还有工作 要出去一趟 老板你都这样了还这么努力 你让我们这种打工人情何以堪啊 好 来 坐 来 老板 尝尝我们巡视的独门手艺 养胃粥 专门为生病还有醉酒后的肠胃量身定制 试试 你尝尝 怎么样 好喝吧 还可以吧 什么叫还可以 那是相当的不错 我告诉你啊 这个粥我可只给老许做过 我还没给别人做过呢 你这同一份 你回去收拾一下要用的东西 直接去我家里就行 嗯 不用来接我了 我忙完了 让白冰送我回去就行 好的 老板 忘了问你 我去你家 住哪个房间啊 你 就住我对面的客房就行 那间房间阳光比较好 住着会比较舒服 嗯 顾先生 请稍等一下 顾总久等了 胡小姐也来了 汪总有事耽误了一下 让我先来陪顾总聊聊天 顾总久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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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 count则 沐浴潮汐 探过荒芜的河 冥冥之中的你我 那些模糊的爱意 渐渐清晰 越过银河万里 我在原地不曾忘记 像漫游的星星 注定向你好自 漂泊过每个墨镜的边际 直到想起你时间变换 唯有你 You are my only one 看见你 眼前万般风静 也不及你万分之一 像烟火的痕迹 照亮完夜的孤禁 不安的 在黑夜中独醒 直到看见你 人海万千 唯有你 You are my only one 明镜与点点栏目